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艾珍小月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的环球追踪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甲马外围的情况 首先是美国的情况 美股收市上升 能源股受惠于油价上升 加上美国经济数据 提高美国加息的可能性 令到金融股做好 银行股升2% 是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至于标普能源指数 升超过1%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升112点 收布在18281点 标普500指数 升9点 收布在215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升26点 收布在5316点 至于在美国买卖的港股月托证券 教本港收市造价比较是全面上升 汇丰折合港元 布59.43 比本港收市上升0.74% 中移动上升1% 中联通升0.100% 中人秀上升超过0.5% 中石化上升1% 至于中石油上升超过1% 欧洲股市方面 收市下跌 受到公用事业及地产股下挫所拖累 虽然欧洲央行新闻媒体官员 在社交网站Twitter澄清 央行是没有讨论过 减慢每月买债规模 都未能扭转欧洲股市的跌势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41点 收报在7033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跌33点 收报在10585点 巴黎剑指数跌13点 收报在4489点 至于商品市场方面 国际油价高收2% 升到6月以来的最高位 因为上星期的美国原有库存 连续第五个星期 是出乎预期的减少 纽约旗油收报在49.83美元一桶 上升1.14美元 伦敦波兰特旗油上升99美元 收报在51.86美元一桶 金价虽然自上日急错 超过3%之后一度反弹 但纽约旗金最终连跌4个交易日 受累美国数据好过市场预期 收市平报每盎司1265.2美元 下跌1.1美元 再跟进回价走势 英镑兑美元 从超过31年的低位回升 重上1.27美元水平 英镑兑美元1.2751 美元兑港元7.757 1元103.45 欧元1.1203 瑞士法郎0.9743 家元1.3177 欧元0.7613 柳元0.7163 最后是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71来 30年期债券报2.43来 数据先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把时间交给你了 Irene 谢谢K 这次的嘉宾醒来市务总监郭施智 郭尔你好 你好 刚才K都说到 市场人士对联邦储备局 今年年底前 会调高利率的预测升运 金融股做到利率的因素支持上扬 加上资源股做好 增加大市上升的动力 三大指数都是全面上升 其实较早之前 美国ISM公布的9月非制造业指数 上升至57.1 好过前一个月的51.4 市场观望星期五公布的 9月非农业职位的数据 如果非农业职位的数据 同样是好过预期的表现 联储局在12月加息的机会 是否很大 其实市场对联储局应不应该加息 的看法是一半一半 当然有人贊成 有人也不同意 但我自己的看法 我就当联储局真的启动加息 例如加四分一利息 加完之后 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上移到 0.5至0.75 但最重要是对资金市场 对企业的融资等等 会否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是不会的 另外还要看看英国那边的情况 因为新首相文翠珊已经说了 明年3月开始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只看英镑匯件 这两天跌到1、2、7、20 已经创了三十多年的新低 显示到资金是跑出去的 即是避险的 第一个选择当然是美元区 变成英国那边的情况越是不稳定 英镑匯件越是疲弱 就越是触动了资金流入美元区 变成在现在这一分钟 我想这样的情况 一直是会维持下去的 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提出一点就是 即使是美国联储局 在12月份真的有机会加多四分一利息 第一对资金流没有影响 真的没有影响 至于企业融资成本 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因为现在环球央行能够量化 全部都量化 印银纸而已 印刷机一按键 一张一张印出来 在资金泛滥的情况下 第一通胀就持续中低期 即是说是没有实质上加息的需要 你说经济开始回乱 人数开始上升要加息 你加多少次 以前没有量化货币的时间 加息与不加息 对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 但现在不同 好像美国的国债是19万亿 你就加 加四分一利息 每年再给400多亿 你加多少次 有多少钱来给息 没有 所以我不觉得 这所谓加息 会带来市场很大的威胁性 至少暂时不会 至于有些人说 加息周期开始启动 比较以往没有量化的时间 这是一定程度的威胁性 代表利率的走势 周期的走势 但现在这一分钟 不断地印银纸 尤其是日本 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利息要抽高 最低限度有些理据 加上欧洲的通胀 日本是怕通缩 日本一早通缩 你没有通胀之下 表示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缓慢 你为何要加息 根本上没有加息的需要 不是代表一两个季度的数字 再加息 加完之后出现如何 经济放慢 又再印银纸 又再减息 所以我不太担心 美国的加息 与否 反而我比较关注的是 资金流的方面 还有一件事 现在 英国如果明年3月正式启动脱欧 即是 资金要么去欧洲 要么去美元区 没有太多的选择 令到资金主导之下 其实有些比较负面的因素出来 市场额反映只是一般 我们看看 杜瓊斯指数由18,668点 去到低位17,992点 已经止步 不肯再跌 其实起步点是15,503点 升了3,165点 直到现在所谓的调整 你去去去都是说几百点 即是说 美股走势是顽强 现在属于一个高台整固 到底是上破18,668点 还是下破17,992点 现在这分钟不知道 但尴尬的地方是 杜瓊斯指已经触及中期上升轨 如果一旦跌穿了 情况就比较麻烦 所以第一要先看看中期上升轨的防守性 第二要先看看何时能够穿顶而上 但总之说一说 就算是 道指跌穿了中期上升轨 都只不过代表一个 技术上的调整是会比较明显的 跌不得太多 因为实际上资金实在太多 不过有一点我都承认 美股现在的股值已经完全不便宜了 但没办法 钱实在太多 那你叫资金怎样做呢 对吧 好 谢谢郭sir 长进的分析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会有开市感囊 稍后见吧